康寧集團秉持著服務社會跟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目標 今天在惠民盲校舉辦了一場捐贈物資的記者會 希望帶給這些視障天使更多的資源跟幫忙 現在我們就來活動現場看看吧 這場愛心物資的捐贈活動是在2020年9月11號舉辦 台中市康寧國際集團聯合康寧生活事業 操戰國際生技跟義父建設的團隊工作人員 捐助了大批的白米、麵條、沙拉油跟各種罐頭 親自送到台中市惠民盲校 由校長陳志福代表接受 我們非常感謝康寧國際集團長年對學校的支持跟愛護 康寧國際事業集團除了很多的員工任養我們學生以外 也擔任學校的志工參與學校很多的活動 康寧國際集團總裁李超群表示 這次愛心物資捐贈活動是在康寧國際集團董事長楊岳秀的帶領之下 秉持著以人為本永遠增誠關懷的企業理念 以做公益的熱誠前來惠民盲校展現善心跟愛心 因為疫情的關係各所謂的一個公司行號 在各方面的金錢或是物資的一個捐獻方面都比較匱乏 所以說我們特別這次也針對於在提供這麼多的一個物品給惠民盲校 應該要主動要有動作去做出來 所以厚得行善要有行動 我作為這個真正的落實這句話 這是我們全體的這個集團的同仁都要有的一個觀念 那我們也時常去把它深入在心底 善良美麗又充滿善心跟愛心的康寧國際集團董事長楊岳秀說 傳統的中原普渡一般都是祭拜天上看不見的好兄弟 壞民盲校的視障天使雖然他們眼睛看不見 但是康寧國際集團帶著團隊所有人員 加碼送物資給盲生朋友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感受到社會給他們的溫暖 讓中原普渡的節日更加有意義 做社會公益 並且做這個視障天使的這個守護 我們平常也都在做 所以我們平常都在做這些事情 我們每一個月都會帶著團隊一起去做公益 然後讓他們除了他們在工作上財務富足以外 他們的精神也可以非常的富足 本身呢清風團隊就是一直做教育起家的一個團隊 那所以呢我們不單單只是在課堂上面會做一些分享 那我們更會把我們的夥伴帶出實際上的場景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會帶著夥伴去做很多的公益活動 今天活動現場還有校園社區服務 盲生互動 校園散步 也讓大家體會盲感生活 讓我們能夠更加的了解視障天使 培養提安他人的同理心 康寧國際集團希望以今天的活動 呼籲更多的個人或團體 加入愛心的行列 讓這些可愛的視障天使 能夠得到更多的資源跟幫忙 記者陳文旭李佳金王瑞彤台中報導